各位听友大家好,欢迎来到爱上听书,祝大家听书愉快。 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说,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。 但是,提出一个好问题谈何容易呢?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提问受挫的人埋怨。 昨天晚上没睡好,所以今天的提问才如此的糟糕。 对方也太难沟通了,问三个问题,回答一句。 今天我心情很糟糕,所以问问题时有点鲁莽。 其实啊,这些人都只是在为自己找借口罢了。 这样的人通常会把责任归咎于他人,自己却不能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。 所以提出的问题模模糊糊,得到的回答当然也是模糊的回答。 要想在提问时不模糊,我们就必须抓住问题的关键,否则很可能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走,而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想法和目的到底是什么。 一个年轻人想买一辆车,但是自己钱不够,想要跟父亲借钱。 你看,他的目的就是借钱,对不对? 于是他对父亲说,爸爸,我想买辆车,但钱不够,能借点给我吗? 他父亲说,你考驾照了吗?就想买车啊。 考了,驾照都拿到手了。 你为什么买车啊? 上班方便些呗,不想挤公交地铁了。 你刚上班,钱挣的也不多,买车的事先缓缓,我送你上班吗,或者你开我的车。 我才不想开你那车呢,又旧又笨重,还特费油。 车是旧了点,但是起码带步还是可以吧。 能是能,但是开出去,怎么,开我的车还怕丢你面子呀? 我就是不想开你车,我就想自己买一辆。 就这样,父子俩因为买车这事就吵了起来。 其实这位年轻人只是想向自己的父亲借钱,最后却由借钱跑到了面子上面。 这是因为这位年轻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,就是借钱,而是一直被父亲牵着鼻子走,最后只能和父亲吵了起来。 那如果这位年轻人能以借钱为出发点去提问,比方说, 爸,能借我十万块钱吗? 这时父亲一定会因为数目过大而反驳。 这个时候,如果能够双方紧紧围绕借钱的数目来讨价还价,那说不定呢,最后还能够借到一些钱,至少不至于为了买车而炒起来。 我们也不难发现,要想找到提问的关键,就要把提问的目标和对方的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。 因此在提问的时候,我们要善于寻找对方的需求,并且根据对方的需求来提问,这样便能够问到点子上了。 我们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另外一个话题,叫做理清问题避免答非所问的尴尬。 有问就有答,回答问题也当然是一门艺术。 如果你不想自己总是答非所问,不想在回话的时候总是毫无逻辑,弯弯绕绕,含糊其词,不想当话题的终结者,那就需要学习一些漂亮的回话技巧。 我们先来说一说如何理清问题避免答非所问的尴尬。 想要漂亮地回答别人的问题,我们首先要把对方的问题搞清楚,这样才能够有地方是避免答非所问的尴尬。 古时候有一个人虽然胸无点目,却十分羡慕那些当官的文人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用银钱买了一个县官做,但是他本身是一个粗人,哪里懂得官场上的那些规矩和话语。 于是在上任之后拜见上司的时候,总是战战兢兢,话都不敢说。 上司问他,贵县风土如何啊? 其实上司问的是风土人情,不想这位知县却会错了意,他回答说,啊,本县不见大风,也不刮黄土。 这上司听了一愣,心想,这知县好生奇怪啊,怎么答非所问呢? 只好继续问他,那梨树如何? 梨就是黎民百姓的梨,树就是树民。 因此,这梨树这个词就是指平民大众老百姓的意思。 这知县见上司神色不对,他就有点慌张,把这个梨树就听成了梨树。 梨花的梨,树木的树,于是脱口而出,哈,梨树倒是不少,可是还没到开花结果的时候呢。 上司一听,这知县明显是在胡说,也不太把自己这个上司放在眼里,于是十分生气,呵斥道。 我什么时候问你梨树姓树的,我是问你百姓怎么样? 这县官已经是挥汗如雨了,这心事扑腾扑腾响,把这上司的话又给听错了,心想,白姓? 白色的姓子? 原来上司问的是这个呀,嘿呀,我这脑子。 他自以为这下想明白了,连忙回答,哈,白姓不多不多,只有两克,红姓倒是不少。 上司听了之后大发雷霆,一手掀了桌子,一手指着县官骂道,什么梨树姓树,我问的是你的小名。 这小名就是市井小名那个小名吗?也就是指老百姓的意思。 县官又慌急了,以为上司是问自己的小名,赶紧回答,大人息怒,大人息怒,小的这小名不好听,叫狗子。 不想这话一说完,这上司就气晕过去了。 这个笑话故事当中的上司,仅仅是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,支线却一直是答非所问,结果还闹出笑话。 由此可见呢,在回话之前,你唯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,明白对方问的是什么问题,才能够保证回话的准确性。 不过把问题搞清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尤其是那些显外之音,如果不仔细辨别,那更无法知其意图。 小王是公司里的技术员,为人老实,又是这老板的同乡,所以老板出去的时候总是愿意带着他。 这技术部的其他技术员呢,对此颇有微词。 一次公司有一个大项目,需要到美国出差,老板想带上小王,不过因为是大项目,大家都想参与,所以老板的压力有些大。 那既然想带小王去,又想堵住其他员工的嘴,那就得让这小王表现表现。 于是有一天,老板当着大家的面问小王。 这次去美国的任务可不轻啊。 小王,听说你口语很好啊。 小王以为老板只是随口这么一说,也没有放在心上,随便就谦虚了一下,啊,哪里哪里,一般般一般般。 没想到话音刚落,一个个毛遂自荐的声音就响起来了。 老板,我英语口语很好啊,一定能够胜任这次任务。 老板,我口语也没问题啊,我还经常和外国人交流呢。 小王这才明白老板的话外音,原来老板是想给他一个机会,让他表现表现,可他就这么错过了。 不论是简单的提问,还是另有深意的话外音,都需要我们把问题搞清楚。 想要做到这一点,我们就应该遵循以下的几个原则。 第一个原则,正确判断提问的类型。 通常情况下,他人提的问题无非以下三种类型。 第一是单纯事实的提问。 例如,现在几点了? 你这个月的绩效是多少? 你的英语水平怎么样? 第二,主观意见的提问。 例如,这部影片你觉得怎么样? 这件衣服漂亮吗? 这份工作你觉得怎么样? 第三,需要论证的提问。 这类提问大多是生活当中一些重要的问题。 例如,上大学应该学什么专业? 毕业后该找什么样的工作? 这两份工作哪份更适合我? 这两个方案哪个更好? 第二个原则,把握正确的回答思路。 针对以上三种情况, 我们可以整理出正确的思路, 给出回答的答案。 第一,单纯事实的提问, 有固定的答案, 不用掺杂自己的观点。 比方对方问几点了, 那就明确回答确切的时间就可以了, 而不要答非所问。 比如说,现在还早着呢。 那如果对方问你的英语口语怎么样, 要如实回答, 正常交流没问题, 而不是说一般般, 一般般。 第二, 主观意见的提问没有固定答案, 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。 所以对于那些主观性的问题, 我们可以给出自己的主观答案。 需要注意的是, 提问者提出此类问题往往是为了获得你的个人偏好。 比如你喜欢穿的衣服, 吃的东西等等。 或者是想要获得你的支持。 比如说问你一件黑色的裙子怎么样的时候, 如果你说你也喜欢, 它就会因为得到你的支持而感到十分高兴。 第三, 需要论证的问题也没有固定的答案, 而且各种答案之间有好坏之分。 回答这类问题的时候需要思考的更多, 在各种答案之间权衡, 做出比较好的回答。 理清问题是为了后面的回答做准备, 而在回话之前, 我们还得搞清楚一个逻辑顺序问题。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, 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爱上听书, 带你听更多好书。